清晨4點多 加油站服務人員 前腳才剛送走客人 後腳就看到一道黑影 一路從加油站外衝進來 跑到這裡面的加油島 瞄準錢包 兩秒時間一把 抓走一萬多元現金 轉身再朝大馬路上 把腿狂奔人 就這麼逃走了 還蠻怪的 可能跟那個金牌得出的比 電源超傻眼 根本來不及反應 跑到收銀機一看 裡頭的零錢紙鈔全沒了 趕緊報警處理 但歹徒怎麼會如此精準 就知道錢都放在 最裡面的這個櫃檯 就是有人在外面觀察 他的一舉一動 然後就剛好去廁所 就剛好去拿錢 看看這名男子 大約175公分50公斤 瘦瘦高高還戴著口罩 交易站表示 大夜班只有一名工作人員 他又剛好去了廁所 顧不起男子出手刑切 不要太危險了啦 要待在身上 再看一次 整個刑切的過程 不就10秒時間 選在深夜精準犯案 前面有先預謀過 但他是一人犯案 還是另有接應 警方現在調閱附近監視器 要查清楚 帶到這名歹徒 這是陳廣睿 太宗報道